当人生来到中年非得转型转业的时候想做些什么呢 这对姐妹原本是打板师打样师 在台湾成医出口非常风光的年代 工作多到做不完收入也很不错 但随着产业外移 小时候妈妈做的云南菜就成了最好的创业灵感 特别是经典菜色焦麻鸡腿 炸到薄皮酥脆 而且肉质依旧软嫩 刷取的滋味人气满点 一家兄弟姐妹陆续展出三间分店 让来自于云南的好味道 在台湾开枝散叶 还不到正午时分 这馆子已经叮叮当当 激动开张 焦麻鸡腿入口咔嚓咔嚓 爽脆口感金黄又或少 好朋友们更是鼓励招架 这鱼肉好吃吗 嗯 很好吃 为什么 因为外皮会脆脆的 然后里面的肉是软软的 必点啊 超爱啊 又酥又脆又好吃 口感又好又不会很烂 这脚麻鸡当年也是这对姐妹的爱菜 只要妈妈开始腌肉裹粉准备炸鸡 小姐妹都会忍不住亲手八脚抢着帮忙 有时候会越帮越忙 比如说有一些时候东西会打斑啊什么啊 对啊 就会越帮越忙 余家的餐桌向来肉感澎湃 像是这道台湾罕见的大伯片 就是妈妈从云南老家带来的拿手菜 猪皮腮帮搏到吹 黑痰可过肌可透光 配着醋味条酱滑成碎末 清脆爽口不油不肥 人气指数更胜焦麻鸡 大家都抢着吃了 这个最好吃了 平常我们在特製的酱汁 过瘾啊 不只上桌时抢成鱼团 妈妈只要拿出圆圆本本大块腮帮 姐妹们就一涌而上 生怕错过四射火光 红火喔 会看啊 会很好奇 为什么要烧 烈焰大火下手非常惊人 白嫩猪头瞬间面目劝非 别说脸上细微寒毛一丝不剩 就连身上的坏味道 也彻底烧得金光 不一定要撒焦的 但我们家猪脚啊 都是这样子做耶 都是这样的过程 烧成黑点猪头 再泡进水里 把焦炭黑皮彻底刮进 就像去脚趾一样 直到干干净净 清爽气息 这是功夫菜 妈妈炒这个功夫菜 就是 都是在洗的过程啊 然后在切的过程啊 然后在切的过程啊 对 都是很费时费工的 刀工却是考验实力 摆嫩猪头皮 越是片得轻薄 口感越是清脆净坛 一家姐妹从小跟着妈妈学 刀法都不是问题 但认真要当门事业经营 还是一度抽搐犹豫 就担心很累啊 一个是担心很累 一个是我们食材 一定要做到最好吃 才可以推出 创业之前 姐妹俩都在服装时尚的最前线 一个打板 一个作样 在台湾成衣纺织业最疯狂的 那个年代 曾经忙到天天加班 月修零天 但随着产业外移 自己也想脱离转型 而是餐桌上热闹的云南菜色 成了最好的创业底气 这个都是从云南带来的 自己用行李箱带回来的 气孔 就是靠这个气孔 靠这个气孔的蒸汽上来 很特别就是在这里 对 把鸡肉蒸熟 为了蒸出云南特有的气锅鸡汤 土桃气锅硬是从妈妈的家乡 扛回台湾 鸡肉则比妈妈的年代更加精挑升级 以前一家人口多 全鸡带骨 现在开业只用鸡腿肉 还不用坑骨头 给它抹刷鸡 这个鸡它好命 一定要这样才好吃 经过姜片抓烟 带来精华火腿整天鲜香 而最关键的调味 则是来自云南的蒜木瓜 干扁失色 其貌不扬 但切胃三香一如梅干 入汤熬炖非常开胃 我们从小就吃到大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味道就是靠这个 不能让它切厚 最后就没得卖了 原味食材层层相叠 传统的汽锅鸡 就这样干干爽爽 送进蒸香 宇宙迪基金一蒸三五个小时 靠着蒸汽蒸出精华 只是这汤好喝了 肉也全散了 姐妹俩左思右想 决定在汽锅里加定开水 连煮蛋蒸 兼顾肉质Q弹 不能一直都这样子一成不变 人的饮食习惯都会改变 像我妈妈他们那一辈 他们就喜欢鸡肉质烂烂的这样 那像我们就不喜欢 所以就会改变 前前后后花了两年 终于调出适合现代人的口味 没想到欢欢喜喜一开幕 就遇上九二一大地震 整间店不来店 从厨房到餐桌一片黑压压 但为了开张大吉 也之后硬着头皮 没想到那真的是意外 吓到人了 那时候也顾不到那么多 反正就是点蜡烛给客人 客人也没有离开 还是一样来 家传滋味就这么抹黑前进 开启口碑好评 他已经20年元气持续累积 连云南的记者来台采访 都特地上门解香愁口欲 就很开心 他来也会特别的照顾他 有一次他感冒 他感冒就是也吃不下 但是他在外面吃不下 他会来吃我们就吃少少这样 辛苦毕竟看到大家吃得很开心 我们也很开心 老妈的手艺抚慰了来自云南的胃 一家小弟姐妹也更加情敬善意 彼此相互扶持 陆陆续续已经开出三间分店 又让多来自云南的好滋味 在台湾开枝散叶